关心到国际消息 印尼连日猴雨治灾 引发了洪水及土石流 当局已经紧急撤离七万人 还有数百栋的房屋损毁 十九个人因此丧命 当地的官员表示 由于连日猴雨 首府八堂市跟周边八座城市在内 统计将近七百栋的房屋 跟多座的桥梁 学校都受损 阴墨的农地面积高达一百一十三公顷 统计已经有十九人不幸死亡 七个人失踪 七个人失踪